美国一本案照案通过 做如下决议 蔡英文政府应以美国与中华民国回复邦交 作为对美外交目标并积极推动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招林维州 六号早上六点半就到一场前排队 要将两项公决案增列到院会议程当中 这两项提案分别为 政府应积极推动台美回复邦交 以及一旦中共有危机台湾的行动 政府应请求美国协助抵抗 朝野立委也都无意义通过 而国民党对改善台美关系积极提案 请政院长苏贞昌则说 台湾会跟美国从有外交关系到没有外交关系 都是国民党搞的 而现在国民党终于良心发现 也是好事一专 他也希望国民党面对中共挑衅 要以台湾最大利益为考量 多发表本于主流民意的意见 对于台湾整个国力 大家如果能够脚步一致 我想台湾会更强 会更被世界肯定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也表示 最重要的是持续深化台美各领域的实质合作关系 未来的台美伙伴关系 会走得更稳健更长远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